這個問題十分難回答你 我是寧願儲多的錢 拍拖是一個高消費的經濟活動 比起單身的時候是儲得少了 因為你會出多了街 主要都是喝飲食吃比較多 逛逛的二、三百元一餐 有時候我給一下有時候他給一下 貴的誰給呢 貴的那些很難為我給的 可能他生日就會稀多一點 可能兩、三千 然後如果要送禮物的那些 很多花神 買手機、買袋子 我也有送給他 好 心意而已 不一定要扣送禮物的 畫畫 弄爆炸盒 因為我們經常回家吃飯 算是節省了很多 沒那麼鬆動的 你跟他說一下 有時開心買有時都要買 限定東西或者心頭好的 你就可能想買 不過都要保住 當然大家都要犧牲才可以去 下一回合 對 要找到一個人跟你一起儲錢 都很難 要證明這個人對你都上心 還有會覺得跟你有未來 才會做這個行為 我女朋友是令我更有動力 去儲錢 因為我要知道 跟他之後要花費更多錢 沒拍到一些錢 花費是很瘋狂的 現在就有女朋友 困住我 我就 就是要花費更多 即他都會定時還是鞭策呢 還是怎樣 每一秒 買煙又不給賣 什麼都不給了 哈哈 所以就花費更多 會計算自己有多少 延長的 儘量衣食住人那邊都節省一點 一天花費更多一百元 圖多多少呢 十多萬 一起捱 一起省錢 一起努力儲多少 一起賺錢 一直努力做 那不辛苦嗎 雖然一起儲錢是很辛苦的 但是 如果看到同一個將來 一起追同一樣東西 都挺幸福的 希望大家都找到 找到一個 忘心忘心的女朋友 各位Good luck 努力裝備自己 請請å 這邊請 請請 請 請 感谢观看